好 這個禮拜開始 進入超級央行州 包括美國 日本跟英國的央行 會在四十八小時 這關鍵的時間裡面 去公佈他們最新的決策 我們要請教朱老師 大家最關注的就是日本央行 到底會不會升息 沒有錯 剛剛斐魚說 美國 英國 日本 怎麼會是日本最重要 不是應該美國最重要嗎 他搶走了西位 因為美國 大家覺得反正你就是這樣 不會有什麼特別的消息 所以大家不會覺得 美國這個聯組會的會議重要 好 那英國的部分我們先談 英國其實大家覺得 第一個你已經退出歐元區 你影響力也不在了 再來大家覺得 基本上你大概要降息也跑不掉 為什麼 整個歐元區降息的 瑞士 瑞典也都降息 也就是說歐洲你的粗皮 都降息了 那你要不要跟著降 所以他降的可能性也是大的 現在最大的變數就是日本 尤其是他跟臺灣息息相關 好 那可是日本央行或者是日本自己都 政府都一直在說 我要升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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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的日元太弱了 可是問題是投資機構 各研究機構覺得 了不起 只有三成的升息機率 現在其實只有三成的人認為 所以有可能 這不就奇怪了嗎 日本央行一直在放話說我要升 那為什麼只有大家覺得 了不起三成 其實你仔細看到經濟數據 真的不好 因為第一季他是經濟衰退的 這個很關鍵嘛 那再來呢 你看他的出口 連續七個月都是正成長 可是之前都是貓易逆差 現在終於順差了 那我如果升息日元 是不是就會跟著升值 那我的出口怎麼辦 就馬上影響到出口 但是當下我又有通膨的問題 尤其是他六月的通膨 二點八 比五月二點五 還要再上升 我確實有要升息的壓力 因為我通膨嚴重 那這樣怎麼辦 感覺很兩難 我們剛剛說了 你經濟不好 你又通膨 你就卡住 然後又考慮出口的問題 所以大家覺得看破手腳 你嘴巴所以你不敢升 不敢真的升息 但是有另外一個動作 你就要注意到了 也就是說他在購債的金額 有可能會從六兆日元 減為五兆日元 這個注意到 這意思 他原本一直在做QE 但是現在有可能轉成什麼QT 也就是說量化寬鬆 變成量化緊縮 當然現在還沒有 因為他還在購債 購債就是QE 他等於先減少購債 他只是先減少購債 我把這個動作先減緩 他其實還是一個緊縮的動作 可是跟真正的這個縮表 其實是不一樣的 所以但是你這個動作做出來 表示說投資人可能沒 搞不清楚到底什麼意思 簡單的說 我在市場上買債 我是就等於錢丟到市場去 這就是我們所謂的QE 那他現在只是怎麼樣 把購債的金額減少 就是我不再往市場 丟那麼多錢 直接的影響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最近日元就升了 所以我們直接看這個走勢圖 有沒有看到 本來日元匯率往上 就代表日元在貶值 這是對美元的部分 可是你看到這一根 多可怕 升這麼快 乘幾何時 大概兩個禮拜前 還在那個一百六十一 將近一百六十二 升六趴 百分之六 現在一度破一百五十 到一百五十一點多 但後來也再升一點點 可是大家更關鍵的是 我如果從臺幣的觀點去看 會更大 因為從美元其實沒有那麼多 臺幣如果我們用大廠看到 央行的數字來看 這一波最低 最甜的價格 零點二零四六 就是一日元 你只要零點二零四六臺幣 你就可以買得到 可是今天早上的最高價 已經來到零點二一八二 這個數字是等於臺幣 對美元 對日元變了六點六趴 也就是說日元升的六點六趴 這對臺灣影響很大 尤其別人不說 尤其暑假去日本玩了一大堆 好 可是更重要的 絕對不是這一點 而是什麼 整個投資面 我們再往下看到 整個投資的問題 之前日元落了這麼久 現在日元開始有可能要反轉的時候 外資在最近一直買日股 對 因為我去 就算你日股不漲 我去凱衛日元 我可能賺到日元升息 尤其這一波的日元先生 神元英資 他估會到一百三 日元對美元一百三 當然他不是說現在 他是說可能到明年會看到一百三 哇 那就很有想像空間了 那是十幾二十趴的漲幅 好 所以很多這個外資就去卡位 那更不要說實際上日股 人家也真的在漲嘛 所以有可能我到日本去 我賺到日元匯率升值 我還賺到日股 所以你看到這個數字多可怕 台股是不是被外資賣到 會不會有資金排擠的效應 對 台股被外資賣到虛脫了 好 今年以來外資在台灣 已經賣超70億美金 可是錢到哪裡去了 就是到日本去 六兆八千多億和美金是多少 我算了一下是466億 你看這是個多可怕的數字 台股是賣超 人家是買超 從實際上的這個走勢圖 我們就可以看得到過去外資 在日本市場 你看到早期通通都是賣超 可是近四年 這是今年的前五個月的數字而已 有沒有看到 今年前五個月賣超金額 比去年全年都還要多了 而且這只算到五月而已 你看如果把到七月十三號的數字 加進去 這是多可怕的數字 而且之前都還是日元 還沒有真的在升 現在日元已經稍微動起來了 是不是更吸引人了 而且你覺得日本其實也在漲 雖然沒有台股漲那麼多 可是下一個很現實的問題就是 台股跟日股誰比較划算 你看這個不只是這個投資機構 他們的說法 我實際算了一下 目前日股的本益比以東正指數 這其實用東正指數來看的 大概是十四倍多 可是台股六月底是二十四點四 七月份我們有跌 我簡單的換算大概還有二十三倍本益比 你說怎麼辦 所以你看到人家外資 九零年代比重只有十%在日本 現在是六十% 我們台灣也不過四十% 你就知道形勢比人強 所以日本的接下來的動作 對台灣影響真的很大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稍後來看到 如果說在最近這個台股 波動幅度會比較大的話 那麼到底要怎麼樣來選股呢 稍後來了解